在VR therapy,我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测试方式就是我们叫做GL,general listening,整体评估 在整体评估里面呢,我们为什么要把手放在头上,不是我们要给你们能量 这是很多病人或者顾客们都会误会的,我们不是给你们能量 我们要找的是当下你们身体在哪一个区域最紧 比如说你们胃有问题的时候呢,虽然你们站着看似很直 我们手一放到头顶,他一定有一个张力呢,把我们手去拉到胃 那我就知道当下你的胃是你主要的原因 虽然说你来见我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颈尖疼痛 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造成你们颈尖疼痛 那在这个中间会给我们讲 这个区块是我们要做深入的去评估的 到底是什么结构 它可以是胃,它可以是横隔膜,它可以是心脏,它可以是皮,肾脏,大肠 OK 然后一些测试方法,比如说我们要看颈尖的活动度 如果卡住的话呢,我们知道说大概是颈尖的活动度不好 然后腰,然后腰,伸直肩膀 然后呢,我们会做脊椎的测试 转身 这是其中一个我们会测的,然后再躺下来 我们会测脚,脚的活动度 来卡住了,哇很重,这不是卡住的很重,这个是关节,受限,针住脚都很肿 所以刚才我们在做处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里是它受限的区域,部分 所以我们来做局部测试的时候,我们就把手放在这边,做个张力测试 张力测试会带我们去到,像它的情况的话呢,它是去到肋骨下方,这一点 治疗师会再继续的把手放在缩小范围里去测试 就是,感受一下这个细胞的组织的活动,它的压力,它的蠕动性,要分辨它到底是哪一个结构出事情了 所以,以我的评估,这位先生他的问题是,胃的外壁,胃内的壁,在这边胃外壁 所以,胃还有很多韧带嘛,所以我们这胃的外壁受限,它跟哪一个内脏器官有相互的影响 以它的情况来说,我们可以说,是皮,所以是皮胃之间有一条韧带很硬了 所以,这位先生在躺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整个身体会倾向于这个角度 然后,写上去这个角度,整个转过去的 然后呢,我们最令人感到神奇的一个测试方式,就叫做徒手热能测试 英文叫做manual thermal evaluation 这个是少数治疗师能够做到的,BL是其中一个 然后我们再做 测试的时候,测试的时候会知道 哪些细胞是比较发炎,处于发炎的状态 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里有个热点 可能有个比痘炎的问题 然后呢,它的颈部方面来说 右边颈部比较紧,所以这边颈部会比较热 关节活动度的话呢 这里有个热点,可能会有一点关节问题 然后这边的胸部也是有一点点热点 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做徒手治疗的时候呢 会比较关注的地方 然后热点在这边,我们在做 自拉师在做这种徒手热点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把它的热点全部记起来 然后再配合其他的测试方式 知道它到底哪里出事了 比如说,我发现这里有热点 配合刚才的那个脚肿的情况 我们会知道这里可能有个张力造成它淋巴水肿 所以脚会变得比较重 而且它在躺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整个身体是往左边倾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必须要 评估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我们开始讲解内脏肌膜松动治疗的手法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简单的看一下你们的内脏的 我们想说解剖图 让你们容易了解 因为图片可能你们不太明白 要先分析 这个就是我们的恒格膜 恒格膜上方连接着了心脏 然后心脏后方其实呢,是我们的死道 一直穿过恒格膜 进入到腹膜 所有内脏呢 都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透过润带 肝是透过这两条润带 还有后方的这个润带 连接到我们的恒格膜 然后有一层小小的膜呢 我们叫Lessor Momentum 是将肝还有胃连接在一起 然后呢,胃透过一条润带 又连接到恒格膜 然后在另一条润带连接着皮 还有下方它会连接到我们的胰脏 在胰脏跟胃之间呢 还有一层膜 我们叫做Omentum Burst 是一个空间来的 所以有些人如果这个空间有问题的话呢 它会压迫到胰脏 然后胃它有一层膜 我们叫做Greater Momentum 是一个脂肪层来的 我们叫做有点像Apron 它是这样子从胃的外 下方我们叫做Greater Momentum 转下来 在腹腔这边上面的时候呢 再折回去 转上去 转换成润带 连接到这个Transverse Cologne 然后再透过润带呢 这个胃呢 透过这下方的一层润带 又再连接回去恒格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很多结构呢 都直接的跟恒格膜有关联 然后呢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是从胃出来的第一段 我们叫做消化道 十二指肠呢 透过这条润带呢 会连接到肝 然后肝就是下缘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胆 胆有一条润带是直接连到我们的Transverse Cologne 然后这个Transverse Cologne呢 又有一条润带是直接连接到肝 所以在右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肠其实有三个连接点 一个是恒格膜 一个是肝 一个是胆 然后胆管呢 会直接排空进我们的十二指肠 一管呢 也是一样 透过这边 直接排进去 你看就是这个管 直接排进去我们的这个OD Junction 也是一个十二指肠的管 然后十二指肠下缘 它就连接到我们的小肠 小肠这里呢 有一层膜呢 我们叫做Messentary root 是接到十二指肠的这个第三 我们叫做D4 一直接到大肠的这一段 我们叫做ICB valve 然后这个管呢 会控制小肠 输送食物进入大肠的一个开口 所以身体里面呢 总共有几个管 总共几个开 我们叫做Tone Down 我们叫做Speech的 胃 控制食物进入胃的那个闭门 然后控制食物排空到十二指肠 然后还有板管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这个十二指肠 进入小肠的第一段 然后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在小肠进入到大肠 然后再看看一下 这些内脏出问题的时候呢 它们会如何去影响对方 OK 然后我们注意一下 为什么给你们看这骨头 因为这骨头呢 跟你们解释 为什么大肠蠕动受限的时候呢 它不能够蠕动 除了你们排便困难 它也会造成下背痛 然后这边 因为它会直接连接到 我们这个ElectBone 造成这个SI Join 这个地方变得很紧绷 所以你会觉得说 怎么下背会很紧 很紧张 然后会影响到这边的肌肉 骨骼 因为它们就是这样子 连接在一起的 这直肠 OK 在我们的子宫 后方 男人的话没有子宫 它就是直接从膀胱 这一个空间 Douglas pouch 就直接连接到我们的个子肠 然后直肠呢 这个筋丸 也会直接造成 我们这个Sacral Bone的 那个 我们讲说 脏 不平衡 或者脏力 它如果一边 很紧的话呢 它会影响到 比如说我这边 左边很紧 我左边的Sacral 就会被 傾斜 就拉过来 因为这一刻膜 好 膜 连接到我们这个骨头 然后我们会给你们看一下一些解剖的图图画 不要了 不要明白的 是生成颈部筋膜的一个处理手法 你看到治疗师的手法 放在锁骨上方 这是其中一个步骤 然后动作其实很轻柔的 不像整骨 我们动作其实很慢 很轻柔 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呢 你们都不会觉得疼痛 最重要 手法要精准 因为我们针对的是 非常柔软 铺满了神经系统的 内脏筋膜组织 还有一些神经系统 跟淋巴结构 你看到 我们的治疗师 通常都会在做 某些 治疗之前呢 会测试 相关的关节活动 度的 活动性 比如说颈部侧弯啊 左右旋转 然后肩膀的活动度 然后在治疗过程呢 动作其实不会很大 所以有些 病人呢 不会感受到 我们太大的肢体动作 只能觉得 轻轻地在拉扯 这某个部位 有些觉得 会有一些疼痛 不过呢 通常都是隐隐地 不舒服而已 这个手法呢 是针对胃 跟脊椎之间的 那个软组织的活动性 所以手法也是很轻荣 几乎看不到 治疗师在做 哪些动作的 因为我们让细胞 自己柔软 软化 跟这个 食道的 活动性的 那个治疗手法 也是一样 我们治疗师是 把手摆在 相关的部位 然后去引发 组织之间呢 的那种改变 然后他们自己会 慢慢地柔软 这个是做 肝脏的一个 血液循环的手法 所以治疗师会透过 手的触感 去感受 肝的细胞之内的 一些改变 然后血液循环的 改变等等 慢慢地 就把这个肝的 那个柔软度提升 我们来谈一下 我们聊Therapy的 治疗特点 之前我们谈到 很多内脏筋膜 松动的治疗手法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里的治疗师呢 我们并不只 纯粹地 只用内脏筋膜 松动来治疗 一个人的病痛问题 我们这里所学呢 除了传统的 物理治疗手法 肌肉骨骼 Dry Medling 运动 治疗 我们还综合了 内脏筋膜 神经松动 淋巴引流 甚至颅内神经 或者颅内筋膜 一些结构的调理 因为一个人的病痛 它不是纯粹 只因为内脏造成的 所以内脏 牵引着了很多 神经组织 然后它影响了 一些水肿的问题 如果你的神经压迫 是源自于 那个淋巴水肿的话呢 我们治疗师有办法 用那个淋巴 引流的 诊测方式 知道你的淋巴 到底是 缓慢的 正常还是不正常的 然后再从中 加以解决 尤其是淋巴水肿 是因为 内脏筋膜造成的 我们会先从 内脏筋膜的手法 先把那个 紧绷的地方 先处理掉 然后淋巴 它自然而然会 回复正常的 我们讲说 速度 跟它的那个流 倒的那个方向 所以这是我们 跟其他治疗师 一个很大很大的 一个分别 我们叫做 整合治疗手法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